烹饪是一门用时间沉淀出来的艺术 它可以说是熬出来的 前期要用时间的一个积淀 后面才会收获到艺里的倾向 我现在每天还是第一个到酒店 有的时候还住店 在酒店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更多 厨师就是打仗 工作服就是帐篷 你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我们在这配合默契的情况下 就是一个手势就能打仗了 祝圈圆有160多年的历史 主要有一道菜 活跳墙和迷霞儿 主要墙用料比较广泛 二十多种的食材 它互相没有克制 而且互相的衬托 这个也体贱了我们福建人的精神 海纳白窗 有龙来打 每一种的食材 制作工艺 制作流程都非常繁琐 应该有没有格好 提供使用装飞 blocus 获幻寨 Heart 最后就一直行装成功 其實就用了 smallube 不授權 宴請客人的時候 有很多文能莫克秀才 胡豆腾上來的時候 他接蓋就有了彈器分箱 調式你活文氣場跳槍海 後面就用這句話命名下來 連翠到今天 我現在做的胡豆腾 它的湯類似茶的顏色 看似很輕 但是它的膠原蛋白是很豐富的 湯汁用雙手去摩擦 只要撕下你的手會變得非常的光滑 沒有那種腥味 而且淡淡的就是塵香 所以說這道胡豆腾是敏菜狀言 童 cassette love 藉此道 現在 被消光滑 接待過許多國家的政要 2005年 97屆 館交會的開幕式網頁 類似佛特牆 就是 EminEA 成成由我來製作 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民俗不一样 特别是前两个月 那个是最迷茫的 每隔三天熬一次汤 请美食家老师傅 进行一个品鉴 给我骂的我都抬不起头来 如果有没有碰就装下去了 我都想不做了 我说谁愿意做谁去做吧 回家睡觉 早上又接着来再煲汤 然后慢慢慢慢地我们找到了感觉 我对这个火跳墙 又重新进行一个审定 第一次运用到汤物分离法 煲汤跟微制食材分离开来 那时候煲的汤剩好是555份 很多嘉宾啊 外交官啊 对我们评价非常高 当整个宴席结束之后 在听到花园酒店当地的厨师长 他的管理人员 对我们竖起大拇指的时候 哇我们整个松下来了 自从那次之后呢 我就是开始做了标准化 坚定了我自己往厨师这个行业继续走下去 继承员并不是以直系清修这种传承方式 是以企业传承 主要是以能品上 技术上 管理上的一种口口相传 所以说他传下来传的第八代 都经久不衰 每一代师傅每一代的管理层 对下一代的审认很严格的很苛刻的 91年的时候我就到剧城园实习 整天就是杀鸡杀呀洗菜呀 我一条鱼拿出来用刀画个七下 整个鱼肉跟鱼骨就分离出来了 两只手可以同时刷两只鸡 以前整个学徒的概念都是这样的 层层筛出来的 首先要让你静下心来去做一个实习 而且要从最苦的地方开始做 所以说很多技术 我们就在续续渐进当中 慢慢地积淀下来学会的 不像家族传人 传了两三代 有的时候下一代人 他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有想过不做 师傅说啊 你不要急呀 胖子不是一天吃出来的 技术这个东西也是要慢慢地去学呀 但是从现在 幻光回去看的话 从穷加工出来 你到以后的工作当中 包括现在的工作 我都觉得 对我的心态的影响是很大的 其他酒店也有来邀请我 后来我就觉得 经过这么多年 也有一点感情 技全员也培养了我 现在很多人讲感情不值钱 但是我们觉得 还是感情至上 我们不能讲一定要回报 就是我们要做到自己心安理得嘛 八个小时以内是责任 但是八个小时以外是情感 我这样子也算是技术管理人员了 但是不能脱产 还是在一线 在现场操作的时候就可以交土地 这就是技术的传承 集团有三百位厨师 但是你传承能 直到一到两个人 所以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厨师 把它送上管理人队 让他们出去锻炼 为米菜的发展 添加往 师傅曾经讲过一句话 做厨师 现在我理解起来就是说 做人就是做事的一种态度 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就简单了 你既然akan不上 time five day 三百二十 小时以外 栏目的版本 你们能够裂 终于冬播放